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科技热潮节目 今天,我们将带您深入了解三个令人兴奋的科技新闻 让我们一起挑战一下这些资讯的深度和广度 首先,我们来看看马来西亚股市的惊人表现 由于AI驱动的数据中心热潮 马来西亚股市创下13年来最长的涨势 建筑商和供应商领导这场狂潮 使得马来西亚的基准KLCI指数达到三年半以来的高点 并连续五个季度上涨 外国投资者的信心增强 这是否意味着马来西亚股市的繁荣将持续下去 接下来,我们聚焦台积电的惊人财报 这家全球最大的晶圆代工厂报告称 在AI热潮和智能手机市场复苏的推动下 其季度净利润同比飙升36% 然而,尽管业绩亮眼 台积电的股价却因政治言论出现波动 您是否认为台积电能够在风云变换的国际局势中 保持其领先地位 最后,我们来讨论AI在基本数学方面的挑战 尽管AI模型在创造内容和语言处理方面表现出色 但在简单的数学问题上却屡屡出错 这是否显示了AI技术在某些领域仍需改进 中国专家们对于统一国家AI立法的时机持谨慎态度 这是否预示着AI技术的未来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我们将为您带来更多深入的分析和讨论 马来西亚股市因AI建设热潮而创下13年来最涨涨势 在全球投资者的目光逐渐转向马来西亚之际 这个长期被忽视的市场正在经历一场由AI驱动的数据中心狂潮所带动的繁荣 马来西亚的基准KLCI指数目前徘徊在三年半以来的高点 并且连续五个季度上涨 这是13年来最长的涨势 截至今年 马来西亚股市已经上涨了12% 成为东南亚地区表现最未突出的市场 建筑公司Gamuda和公用事业集团YTL Power的股价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翻了一番 电力公用事业公司Tanaga Nacional的股价 自去年12月以来上涨了45% 外国资金管理者开始满入 压住市场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法国巴黎银行资产管理公司 在吉隆坡的东盟投资组合经理Ernest Chu认为 马来西亚目前处于一个甜蜜点 因为它提供了稳定的水、电和连接性 他说 运营数据中心对马来西亚来说并不是新鲜事 只是现在我们看到升城市AR和数据中心热潮 加速了外国直接投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风险最小 根据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的数据 外国直接投资去年达到1884亿令吉 约400亿美元 接近2021年的2086亿令吉的记录 亚马逊 谷歌 微软 英伟达和抖音母公司字节跳动 都计划或已经宣布在马来西亚建设数据中心项目 以支持人工智能产品的计算能力 投资者看到这些资金从房地产流向银行 外国资金流入股市的规模尚未完全显现 汇丰银行的分析显示 2024年马来西亚股票的净流出为1.5亿美元 亚洲专注和全球新兴市场基金 对该国的配置仍然不足 然而 随着流动性的加深和日均成交量 几乎是去年同期的两倍 外国投资者对市场前景的信心正在增强 野村证券马来西亚股票研究主管 Tushar Mohatou表示 投资者正在对马来西亚产生兴趣 我们不认为估值现在过热 所以我们认为这波涨势应该会继续 7月初 摩根大通将基准指数的基本目标上掉至1650点 该指数周三收于1633.54点 台积电季度净利因AI热潮飙升36% 台北全球最大的晶圆代工厂 台湾机体电路制造公司PSMC报告称 4月至6月的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超过36% 这显示出AI热潮的延续以及智能手机市场的复苏迹象 台积电4月至6月的净利润达到2478.4亿新台币 约76.6亿美元同比增长36.3% 季度收入从去年的放缓中恢复达到创纪录的6735.1亿新台币 增长40% 这主要得益于强劲的AI需求 然而台积电的美国存托凭证价格在一夜之间回落近8% 其在台湾证券交易所的股价在周四下跌约2.4% 这是在前美国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发表台湾应该为我们的防御付费的言论后发声的 这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还评论说 台湾确实拿走了我们100%的芯片业务 这使得如果他再次当选 美国与台湾的关系可能会受到质疑 台积电为几乎所有领先的全球芯片开发商生产芯片 包括NVIDIA AMD和Intel的尖端AI计算芯片 以及Qualcomm AMD和Intel的AIPC核心处理器芯片 他也是即将推出的能够运行Apple Intelligence 苹果公司的AI平台的iPhone处理器的唯一供应商 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魏哲嘉表示 公司正在考虑提高NVIDIA这个顶级AI计算芯片开发商的价格 数学测试难倒 AI模型9.90和9.11哪个数字更大 在中国大陆 人工智慧AI聊天机器人的普及 让许多用户能够创造新的内容 包括音频代码图像模拟视频和语法正确的文本 这些内容既能娱乐也能帮助日常任务 然而这些AI模型在基本数学知识上仍然存在困难 就在上周末 中国湖南卫视制作的歌唱比赛歌手2024中 大陆艺人孙楠获得13.8%的在线投票 击败了美国歌手Shantay Moore的13.11%的投票 一些本地网友对这个排名开玩笑 声称后者的数字更大 结果显示答案各不相同 Moonshot AI的聊天机器人Pimi和百川的白小英 最初都给出了错误的答案 在用户采用所谓的思维链方法 一种逐步引导AI应用程序解决问题的推理方法后 这些AI模型才纠正了自己并道歉 而字节跳动的豆包LLM则直接生成了一个例子 如果你有9.90美元和9.11美元 显然9.90美元更多 浙江大学计算机科学研究员吴依泉表示 AliLAMS在数学方面表现不佳 这是非常常见的 根据吴的说法 声称是AI本质上不具备数学能力 只能基于训练数据预测答案 他解释道 AI的世界是符号化的 数字 单词 标点符号和空格都被同等对待 因此 任何提示的变化都可能显著影响结果 这个数学问题显示了 AI技术不仅在中国大陆 而且在世界其他地方仍在不断发展 这种情况可能会导致中国暂时搁置 建立统一国家AI立法的努力 上海交通大学公共法教授郑哥 在上周五北京的一次会议间隙表示 绝大多数专家认为 目前制定统一的国家 AI立法的时机可能还不成熟 因为技术发展太快 阿兰研究所研究员林宇辰 和技术公司Scale AI的提示工程师 Riley Gosside在社交媒体平台X上 强调了这项技术的基本数学不足之后 数字比较测试迅速走红 当被问及9.9和9.11哪个数字更大时 先进的LLMs如OpenAI的GPT4O Cloud 3.5 Sonnet 和Mistraw AI都回答9.11 Gosside表示 他并不打算削弱LLMs 而是旨在帮助理解和修复他们的失败 我们应该准备好这种情况 在许多任务领域中不断发生 他在X上写道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马来西亚股市正经历一场 由建筑商和供应商领导的狂潮 这背后是由AI驱动的数据中心热潮 让这个长期被忽视的市场 重新回到全球投资者的视野 马来西亚的基准KLCI指数 目前徘徊在三年半以来的高点 并且连续五个季度上涨 这是13年来最长的涨势 截至今年 马来西亚股市已经上涨了12% 这是东南亚地区最大的涨幅 建筑公司Gaymoda 和公用事业集团YTL Power的股价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翻了一番 便利公用事业公司Tenaga Nacional的股价 自去年12月以来 上涨了45% 外国资金管理者开始买入 压住市场 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相对稳定的货币 政府的稳定期 以及全球公司 将制造设施多元化 布局到中国以外的趋势 为马来西亚市场提供了进一步的顺风 分析师认为 建筑商 电力供应商和科技公司 将从外国投资中 获得最多的利益 我认为 马来西亚目前绝对是一个甜蜜点 因为我们提供水 电和连接性 法国巴黎银行资产管理公司 在吉隆坡的东盟投资 组合经理 Ernest True说 他一直在买入马来西亚股票 运营数据中心 对马来西亚来说并不是新鲜事 只是现在 我们看到一个生成是 AI热潮 一个数据中心热潮 他们基本上加速了外国直接投资 这就是卫石膜 我们看到风险最小 外国直接投资 往往是波动的 但根据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的数据 去年达到1884亿令吉 约400亿美元 接近2021年创下的 2086亿令吉的记录 亚马逊 谷歌 微软 英伟达和抖音母公司 字节跳动 都计划 或已经宣布 在马来西亚建设数据中心项目 以支持人工智能产品的计算能力 投资者看到这些资金从房东流向银行 当然 外国资金流入股市尚未实现 汇丰银行的分析显示 截至6月26日 2024年马来西亚股票的净流出 为1.5亿美元 亚洲专注和全球新兴市场基金 对该国的配置不足 但随着这些行业推动势头和流动性的加深 日均成交量几乎是去年同期的两倍 外国投资者对市场前景的信心正在增强 投资者正在对马来西亚产生兴趣 野村证券马来西亚股票研究主管 Tushar Mohita说 我们不认为估值现在过热 所以我们认为这波涨势应该会继续 一个衡量价值的指标 前瞻市盈率 马来西亚基准 KLCI位15 而标普500位21 此指数的表现非常火热 建筑指数今年迄今上涨了63% 7月初摩根大通将基准指数的基本目标 上吊至1650点 该指数周三收于1633.54点 全球最大的晶圆代工厂 台湾机体电路制造公司TSMC 报告称 4月至6月的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 超过36% 这显示出AI热潮的延续 以及智能手机市场的复苏迹象 台积电4月至6月的净利润达到2478.4亿新台币 约76.6亿美元 同比增长36.3% 季度收入从去年的放缓中恢复 达到创纪录的6735.1亿新台币 增长40% 这主要得益于强劲的AI需求 然而台积电的美国存托凭证价格在一夜之间回落近8% 其在台湾证券交易所的股价在周四下跌约2.4% 这是在前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发表 台湾应该为我们的防御付费的 言论后发生的 这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还评论说 台湾确实拿走了我们100%的芯片业务 这使得如果他再次当选 美国与台湾的关系可能会受到质疑 美国总统乔拜登早些时候表示 如果中国入侵 美国将保卫台湾 在特朗普发表评论之前 台积电的台北股价和美国存托凭证 自年初以来均上涨了近80% 作为科技行业的重量级企业和电子需求的风向标 台积电为几乎所有领先的全球芯片开发商生产芯片 这不仅包括来自NVIDIA AMD和Intel的尖端AI计算芯片 还包括来自Qualcomm AMD和Intel的AIPC核心处理器芯片 它也是即将推出的能够运行 Apple Intelligence苹果公司的AI平台的 iPhone处理器的唯一供应商 这家台湾巨头正在国内扩展 计划在2025年开始量产领先业界的2纳米芯片 它还与多家设备供应商合作 确保其在亚利桑那州的首个先进芯片工厂 能够在今年开始运营 该工厂的量产也计划在2025年进行 台积电继续扩展其在日本雄本的芯片工厂 并将于今年开始建设其在德国德雷斯顿的首个欧洲工厂 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表示 公司正在考虑提高NVIDIA这个顶级AI计算芯片开发商的价格 业界高管告诉日经亚洲台积电可能会从2025年开始 提高其尖端芯片生产和封装能力的价格 分析师表示AI仍然是这家领先芯片制造商最重要的增长驱动力 野村全球市场研究的分析师Aaron Jane在一份报告中表示 我们预计从2025年1月起台积电的尖端芯片生产和先进芯片封装价格将上涨5%至10% 台积电的基本面和估值上升主要由AI驱动 我们预计由AI驱动的乐观市场情绪至少会持续到2025年初 JB200 AI超级芯片机架交付 瑞银台湾研究主管兼董事总经理Randy Abrams表示 与云AI服务器相关的需求可能在明年内继续相当强劲 但整体影响也将扩展到边缘AI相关应用 我们将拥有Apple Intelligence 并将在今年秋季开始获得一些首批功能 然后我们展望第四季度即将推出的Android旗舰手机 我们预计领先的芯片公司将推出更多具有AI处理器的功能 这将推动Android阵营的更多需求 Abrams说 尽管许多股票价格上涨 但整体半导体前景仍然乐观 这位分析师补充道 在中国大陆 人工智慧 AI 聊天机器人的普及让许多用户能够创造新的内容 包括音频 代码 图像 模拟 视频 和语法正确的文本 这些内容既能娱乐 也能帮助日常任务 这种需求 促使本地开发了超过200个大型语言模型 AliLams 这些技术 支撑着生成式AI Gen AI 服务 如Chad GPT AliLams是深度学习的AI算法 能够使用非常大的数据 即来识别 总结 翻译 预测 和生成内容 尽管这些聊天机器人背后 有如此庞大的资源 但 AI模型在基本数学知识上 仍然存在困难 就在上周末 中国湖南卫视制作的歌唱比赛 歌手2024中 这一问题得到了证明 大陆艺人孙楠 获得了13.8%的在线投票 击败了美国歌手 Shan Tim Moore 他获得了13.11%的投票 一些本地网友 对这个排名开玩笑 声称后者的数字更大 有评论者建议问问 AI 结果显示 答案个不相同 Monshot AI的聊天机器人 Kimi和百川的白小鹰 最初都给出了错误的答案 在用户采用所谓的思维链方法 一种逐步引导 AI应用程序解决问题的推理方法后 这些AI模型 才纠正了自己并道歉 阿里巴巴集团控股的 QuandLLM 使用Python代码解释器 计算了答案 而百度的Ernie Bot则用了六个步骤 才得出正确答案 阿里巴巴拥有南华早报 相比之下 字节跳动的豆包LLM 直接生成了一个例子 如果你有9.90美元和9.1美元 显然9.90美元更多 LLM在数学方面表现不佳 这是非常常见的 浙江大学计算机科学研究员吴依泉说 根据吴的说法 生成是AI本质上不具备数学能力 只能基于训练数据预测答案 他说 一些LLM在数学测试中表现良好 可能是因为数据污染 这意味着算法记住了答案 因为类似的问题 已经在其训练数据中出现过 AI的世界是符号化的 数字、单词、标点符号和空格 都被同等对待 吴说 因此任何提示的变化 都可能显著影响结果 这个数学问题显示了 AI技术不仅在中国大陆 而且在世界其他地方 仍在不断发展 这种情况可能会导致 中国暂时搁置建立统一国家 AI立法的努力 根据上海交通大学公共法教授 郑哥在上周五北京的一次 会议间隙所说 绝大多数专家认为 目前制定统一的国家 AI立法的时机 可能还不成熟 因为技术发展太快 正说 数字比较测试在 Alan研究所研究员林雨晨 和技术公司Scale AI的提示工程师 Riley Goodside 在社交媒体平台X上 强调了这项技术的 基本数学不足之后 迅速走红 当被问及9.9和9.11 哪个数字更大时 先进的LLMS 如OpenAI的 JPT 4O Cloud 3.5 Sunnet和Mistraw AI 都回答9.11 在X上的一篇帖子中 Goodside表示 他并不打算削弱LLMS 而是旨在帮助理解 和修复他们的失败 LLMS中以前众所周知的问题 例如数学不好 现在已经得到如此好的缓解 剩下的错误 对用户来说 是新鲜的震惊 任何频率的减少 也是严重性的延迟增加 他写道 我们应该准备好这种情况 在许多任务领域中不断发生 欢迎大家进入 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 马来西亚股市因AI建设热潮 而创下13年来最长涨势 这确实是一个值得庆祝的现象 首先 这种情况显示了马来西亚的经济潜力 外国直接投资达到1884亿领级 这是对马来西亚政府稳定政策 和基础设施投资的一个巨大的信任票 像亚马逊 谷歌和微软这样的科技巨头 选择在马来西亚建设数据中心 显示了这个国家在全球技术供应链中的重要地位 这带动了建筑公司格木的和公用事业集团YTL Power的股价飙涨 对吗 这是什么 这是马来西亚的比特币时刻啊 欧楚天书 你说得这么好 我都快误以为马来西亚的股市是一个无敌的投资天堂了 但事实上 这样的狂热背后也有很多问题 首先 这种涨势可能是短期的 外国投资者的热情随时可能冷却 汇丰银行的分析显示 截至6月26日 2024年马来西亚股票的净流出为1.5亿美元 看来这些热钱还没真提款呢 不过 我们还是应该给马来西亚一个赞 他们至少在一个季度内 让世界再次记住了他们 谢琪琪 你这魔说就有点酸了吧 看你这样 我都怀疑你是不是没投资马来西亚股市 不然怎么会这么悲观 来点数据吧 十年来 这是马来西亚股市最长的连续涨势 KLCI指数达到1633.54点 这可是摩根大通都认为的基本面目标 而且 有这么多科技巨头扎根 这不是一个短期现象 想想看 数据中心可是未来AI发展的基石啊 这就好比在高速公路上开了一个加油站 你觉得会没生意吗 楚天书啊 真是庄舟梦蝶 你说的这些确实很美好 但市场变换莫测 谁能保证这股热潮能持续多久 记得台积电吗 虽然他们的季度尽力因AI需求飙升36% 但股价却因为特朗普一嘴话下跌了近8% 这就像你刚建好的高楼 突然天降一只大鸟 直接撞破一扇窗 说到底 股市还是受国际政治和经济形势影响的 马来西亚的这波涨势也是人云亦云 风险不容忽视啊 谢琪琪 你这样说有点严重了 股市起伏本来就是常态 这不代表基础经济的健康与否 台积电那是因为特朗普的口水战 这不能一概而论 你看看 马来西亚的基建投资和外国直接投资热潮 这可是实打实的资金流入 不是空中楼阁 更何况 这波AI建设热潮可是全球范围内的 难道你觉得马来西亚会独自成为风险岛吗 这就像是说 全球都在吃甜品 你说马来西亚的蛋糕会突然变成苦的 你这标题党的逻辑 让我不得不怀疑你的数学成绩啊 楚天书 你这样说就有点搞笑了 数学成绩怎么牵扯到这里来了 说到数学 还记得那个数学测试难导AI模型的事情吗 居然搞不清楚9.90和9.11哪个数字更大 这也说明了AI的局限性 别让我开始吐槽这些科技巨头们的数据中心 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短路问题 马来西亚的投资热潮 就像是这些AI模型的数学能力一样 也可能只是一时的光彩 真正经得起市场考验的还需要时间来证明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哎呀 马来西亚股市 这回可是走上了上升通天塔啊 想想看 这么多年来一直低迷的市场 竟然因为AI热潮和数据中心建设而大放异彩 KLCI指数迎来了13年来最长的涨势 投资者们一个个笑开了花 建筑公司格默的和公用事业集团YTL Power的股价翻倍 这可真让人眼红 电力公用事业公司Ten Auga Now See Oh Now的股价 也像是坐上了火箭 自去年12月以来上涨了45% 看来 外国资金管理者们是瞄准了这个低风险高回报的甜蜜点 分析师们纷纷认为 建筑商 电力供应商和科技公司将成为这波投资潮的最大受益者 即便汇丰营型的数据显示外国资金流入还没实现 但市场的日均成交量几乎是去年的两倍 信心满满的外国投资者们已经做好了大展拳脚的准备 野村证券的Teshire Mohata认为估值还不过热 这波涨势应该会持续 摩根大通更是大胆将基准指数的目标上调至1650点 看来这股市要火热一阵子了 再来看看台积电 这家半导体巨头可真是赚得盆满钵满 4月至6月的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超过36% AI需求和智能手机市场的复苏助力不小 然而一夜之间的股价回落近8% 这可是因为特朗普那为老兄的一句话 他说什么台湾应该为美国的防御付费 还说台湾拿走了美国的芯片业务 搞得股市一片风声鹤唳 但不要紧 台积电依旧稳如泰山 计划在2025年开始量产2纳米芯片 还在国内和国外不断扩展他们的工厂 分析师们可都是看好这波AI需求的热潮 认为这将推动台积电的未来增长 即便是股票价格上涨 整体半导体前景依然乐观 看来台积电会继续心花怒放 最后来点有趣的 AI模型这回在数学测试中翻车了 中国湖南卫视的歌唱比赛 《歌手2024》中 孙南以13.8%的在线投票 击败了获得13.11%投票的Shantay Moore 结果一些网友开玩笑说13.11更大 这时候大家一致决定问问AI 结果AI模型给出的答案简直让人哭笑不得 Moonshot AI的聊天机器人Kimi和百川的白小英都给出了错误的答案 最后还是经过多方引导才改正 阿里巴巴的QuinLLM和百度的Ernie Bot用了各种方法才算是搞定了这个问题 这也让我们不得不反思 AI在数学上的智商还是有待提升啊 浙江大学的吴一泉解释说 这些生成是AI本质上不具备数学能力 只能基于训练数据预测答案 他还提到 提示的变化会显著影响结果 看来AI在面对数字和符号时还是有些实化的感觉 这次的数学测试也提醒我们 AI技术在全球范围内都是不断发展中的 别急着立法 技术先走一步 总的来说 马来西亚股市和台积电的表现让我们看到了AI热潮带来的经济效益 但也让我们清楚认识到AI技术在某些基础领域的短板 不过 这些发展无疑为未来的科技世界画上了一个充满希望的蓝图 谢谢大家 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